2022年7月,美国万尼资管巨头景顺发布了一份调研报告 该报告采访139位主权投资者 也就是负责管理各国国家资产的投资巨头 巨头们的普遍判断是 未来5年,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会持续入化 当看空美元大潮流已经兴起 谁会是下一个抛弃美元的地区 这里面有4个候选者 首先是南亚的印度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和美元加息以来 印度饱受资金外逃困扰 2022年11月,印度股市外资抛售总额已经超过2万亿卢比 这一数字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多 同时,美元资本还在有针对性地做空印度本土资本 2023年年初,华尔街盯上了莫迪的政治盟友 印度首富阿达尼 一份做空报告横空出示后 阿达尼旗下的公司股价一度下跌超50% 印度股民至少被收割1200亿美元 这不是印度第一次栽在美元头上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 受能源进口赤子和美元加息的影响 印度政府外汇储备消耗逮尽 所以在本轮美元大退潮开始之后 为了不重蹈70年代的覆辙 本届莫迪政府开始着手去美元化 除了印度,东南亚多国也在推进去美元化进程 东南亚曾经是遭受美元霸权收割最严重的地区 就在今年3月28日东盟峰会上 东盟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就正式讨论了 如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会后,马来西亚总理访华向我们提出了 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大胆构想 一旦经济爆发危机 中国和东盟将实现区域内互助 替代由美国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 以避免被美元勒索 此外,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宣布 还将推出两国银行相互认证的二维码支付 由此一来,旅客往返两国就不必再兑换美元 而在另一边,泰国则和中国央行、阿联酋央行 进行着一项名为货币桥的项目 两国计划用数字货币系统取代传统的美元结算体系 东南亚去美元化如果如图 南美的阿根廷也没有闲着 如果说印度、东南亚是曾经受过美元收割 那么阿根廷则是在被美元收割 今年2月,阿根廷2月份通胀环比上升6.6% 过去12个月累计通胀率达到了惊人的102.5% 刷新30年来最高水平 这一通胀数字仅次于津巴布韦、黎巴嫩、维内瑞拉和叙利亚 阿根廷这一轮通过膨胀还要追溯到2015年美联储加息 2015年12月,美联储首次宣布加息 阿根廷外资相应流出 本地货币比锁一泄千里 当年跌幅就超过30% 到了2019年 阿根廷的全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54% 青年人群失业率也随之飙升至30% 在去年,美联储新一轮加息后,阿根廷经济进一步陷入崩溃 我们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作用水草丰美的拉普拉塔平原和丰富矿产 阿根廷官方贫困率居然在2022下半年达到39.2% 也就是说,4500万人的阿根廷光贫困人口就超过1800万 为了摆脱外储耗尽的窘境和美元加息的收割 近年1月,阿根廷与中国签署了350亿人民币的互换协议 该协议意味着,阿根廷的外汇储备大接增近两成 而人民币也将成为阿根廷主要的储备货币 最后在非洲方向,许多国家正在经受美元加息的冲击 例如在本轮加息潮中,加纳货币在地贬值50% 而自2023年开年以来,肯尼亚货币先令贬值10% 货币贬值一方面让这些国家通货形式恶化 另一方面,高昂的美元汇率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外债更难偿还 根据经济学人报道,非洲整体目前的债务率为50% 为2005年以来最高水平 其中,文明古国埃及目前已实际破产 2023年1月起,开始IMF贷款援助 而西非国家加纳,身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 三月份却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西方各国正在为谁应该减免加纳债务的问题 而争吵不休 正是看到了美元带来的种种劫难 许多非洲国家萌生出去美元化的念头 其中,肯尼亚已经率先动手 宣布和沙特达成协议 允许进口石油使用本币货币支付 在此之后,想必会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 会对美元揭竿而起 看完了上述例子,我们需要总结一下 哪些国家和地区倾向于抛弃美元 这里面有三个维度 从历史上看 这些国家和地区曾深受美元伤害 有心理阴影 从政治上看 这些国家和地区外交独立性相对较强 敢于对抗美国的胁迫 其中,印度表现得最为强烈 而更多国家没有印度这个体量 但今天也敢于去美元化 实际上是因为 有俄罗斯、中国这两个大国顶住了美国的压力 大树底下好成粮 而从经济角度看 去美元化的地区与俄罗斯、中国经贸关系紧密 霸道的美元制裁已经妨碍到正常做生意 就拿东南亚来讲 俄欧冲突前 俄罗斯是该地区最大的军货供应商 过去十年增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 而在俄欧冲突后 由于害怕美国制裁 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进口廉价的俄罗斯军货 转向更加昂贵的美国货 这还只是单纯的军货方面 在更广泛的一般商品贸易方面 东盟十国和中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一旦未来美元制裁落到人民币头上 势必会严重冲击东南亚的经济形势 所以各国不得不谋求去美元化 给自己安排一条后路 对美国来说 各国纷纷抛弃美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里面隐含着三种危机 第一种危机是美元的长期贬值 我们不妨参考上一个货币霸主 英镑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英镑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性货币 国际贸易中90%以上都是用英镑结算 然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 英国综合国力衰退 殖民地独立 英镑的噩梦随之开始 1949年 英镑贬值30.5% 对美元汇率由4变到2.8% 1967年11月 1英镑再次贬值至2.4美元 今天 英镑对美元汇率仅在1.2左右 意味着 过去半个多世纪 英镑总贬值幅度达到了70% 所以一旦全球掀起美元抛售浪潮 美元大幅贬值是必然的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购买力评价数据计算 目前美元的民意汇率 相较于它的实际购买力 高出约50% 其中相当一部分 是由国际货币地位带来的溢价 根据此规则换算 2021年 中国GDP为27.3万亿国际元 实际已超出美国GDP近20% 但在民意局地壁上 中国仍落后美国 原因在于 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不到20% 但在国际结算中份额超过60% 许多国家为了贸易不得不持有美元 这推高了美元价格 也让美元人享受到了强美元带来的福利 例如进口商品价格变得更便宜 但相对硬的 一旦美元大幅贬值将带来第二重危机 那就是进口商品价格暴涨 输入型通商恶化 而通胀危机通常会引发政治危机 以曾经发生过的英镑危机为例 1967年11月 由于英镑估价过高 外汇储备流失严重 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宣布 英镑主动放弃与黄金挂钩 当日英镑自动贬值14% 英镑贬值直接导致英国物价跳涨 社会失去 经济危机 高失业率等诸多问题随之到来 后来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英国病 特别是在政治上 没有了强势英镑带来的福利后 英国内部立刻分封离息 英镑贬值近一年之后 北爱尔兰就掀起了巨大的独立声浪 英国政府派军队进驻强力镇压 冲突之后 著名的北爱共和军再度兴起 此后数年 每年都有上百人在独立冲突中丧生 至今 北爱独立问题仍是英国政府的一块心病 而对美国来说 一旦美元霸权提供的福利消失 国内蛋糕不够分 会不会有地区紧接着就要闹独立 在有过内战历史的美国 这并非不可能 而最后一重危机则是债务危机 若想要抑制通胀 维护币值 避免第二重危机的发生 美国只能进一步加息 但大幅加息却会戳破 如今高达30万亿美元的债务泡沫 到最后 美国将不得不陷入高通胀 与债务违约的两难问题 究竟是加息保汇率 还是降息避免债务违约 这个两难的问题 曾经发生在60年代的英国 80年代的拉美国家 90年代的东南亚 以及今天的斯里兰卡 巴西斯坦身上 无论是走哪条路 终究没有国家能够完美脱身的